好的 这就是男女生各自的架型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们双人的架型 OK 双人架型呢还是一样邀请男生邀请女生向前一步 然后呢 记住你的左边手一定要往下拉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 往下拉回来 千万不要我们不能说这是华尔兹 我们怎么样能带女生知道华尔兹呢 我们向上 这就是华尔兹 而如果我们是这样平拉 感觉力量是向下的 就是一个Tango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是一个这个位置 是一个同样高的位置 然后呢 还要说一点 男生的这边度数呢 要比华尔兹的要小 要小于等于90度 所以它这里会有一个像是一个棱角一样具有攻击性的 所以Tango圈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 所以 左边搭过来小于等于90度 然后右边 大家要看一下 右边很重要 华尔兹是在女生肩胛股腹下 然后呢 现在Tango 环抱住女生这个地方 中间 肩胛股腹中间这个位置 稍微下面一点 然后大好男生 脚位摆好身体很动 然后女生的手呢 这个手很重要 女生的这个手 大臂就隔着窝这个位置 还是要跟男生的这个小臂 要很好的贴靠在一起 注意不要一直抬起来 一定要两个人放在一起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然后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小臂关回来 大臂搞成动 大臂不要回来 小臂关回来 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这里 跟红火这打开 卡住男生的这个手臂下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 我们男生跟女生的这个手臂这个位置呢 要中间可以就是放一个全肉这么大的位置 就不要太紧了 或者是太远了 这样子呢 都是关于这个两个人架势的理人接受不太好 所以要刚好抢一个全肉弄蛋的距离 然后 两个人的手臂保持粘合 很一致整体的 不要这样晃的 不稳的 一定要稳定 然后同样的脚位 白号 自然是不是已经要踩出过一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搭好之后呢 男生是左边 有人脚 女生呢 是右 也是左边 有人脚 然后合起来之后 架起就是这样 如果单人看的话 男生是会有点力 双人之后呢 就像是补充了补足一样 就是加换这边一个冷脚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 男生右边的手位 一样记住 环抱的稍微下面一点 但是不要到腰啊 就是脚硬 腰上就是脚硬 而稍微在这 然后大臂呢 还是一样 尽量保持向上拖 小臂可以多一点的往下 大臂向上拖 然后女生呢也是一样 大臂 这帮助我们一个向上抬来的 我可以一个向上抬 女生的整个左手的小臂 感觉是帮男人大臂 向上拖 这样子呢 两个人的架势都更加的整体 好的 然后左边的手一定要记住 小于等于九十度 而如果呢 你看 这边 小于等于九十度 女生的手会有点弯很弯呢 多去一点左边 可以看到 OK 这都要开了 千万不要待在身间 OK 这就是我们双人和单人的发现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